今天给大家评测的就是这个蓝色可口可乐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外包装 蓝色的可口可乐 然后这个应该是一个进口的印度尼西亚产的 跟普通的可乐成分差不多 但是它多了一个叫什么 阿拉伯明交亮来又或红的东西 然后我们来打开它 把它倒出来看一下它的颜色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可能是平的是蓝色 我们把它倒出来 可以看一下倒出来也是蓝色的 其实这个整个它就是蓝色的 尝一下 其实和普通的可口可乐没有什么区别 和普通的那个可口啊百事啊 没有任何区别 再倒一点看看 看 铜体蓝色其实很好看的这个颜色 口感上没有任何区别 我们拿了一瓶普通的可乐和成分表做一个对比啊 就是多了 使用香精 咖啡因 本假说 拿了 薄明交这些东西 甚至其他都是一样的 可能那个东西就是为了量的这个颜色 然后我们来做个霸气的实验 把两种可乐对在一起 看看会出现什么状况 来把两种可乐对在一起 颜色变成黑 其实是墨绿色 变成了翠绿色 可以看一下 变成了翠绿色 然后尝一下 说实话 对在一起不是特别好喝 不过颜色真的很好看 是翠绿色 然后可乐这个东西呢 尽量不要喝太多 一会儿喝一下就行了 然后 今天的评测就到这里 下次我们来 找一找那个 并 火